你 许小姐 今天这个事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你配合我们和江南 拍一组情侣照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顾嘉怡那边 老不按套路出牌 好 需要我配合什么您说 自拍 我不自拍 太做做 也是 这样 咱们自然一些 生活一些 就来一个手牵着手 漫步在夕阳下 多浪漫 是不是 不用吧 大哥 那正常走路行吗 两腿一岔开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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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不 行 你别说话了 许小姐 你这边还好吗 我 你不说话我就觉得是好吗了 合影就不必了 我发朋友圈了 自然会有人联想 大哥 你发这个 顾嘉怡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你就别挣扎了 我是经纪人 这事你得听我的 许小姐 一起走 你们俩什么表情啊 冤家陆斩 狭路相逢勇者盛 小一个呀 一会儿 笑一个 木征走走走 走两步来 老姜微笑 靠近一点 好好 一二三 从此牵你的手 只剩些也不再让你逃走 抬起头 望着你的眼眸 点点滴滴分享新的哀愁 别害羞 陪你全部温柔 漫漫宇宙我会毫无保留 听前走 这一颗深处的双 两个心强终于不再漂流 维生素 这孩子 怎么吃维生素啊 男主也太帅了吧 快点搞事业呀 虐妻日食 搞事业的女人 追妻活丧长 嫌妆是十万 还差二十万 钢琴三百块钱一节课 一周四节课 喂 可欺 行啊你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拿我当姐妹了 可欺你先别激动 这个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这很拉倒吧 我看你的照片呀 脸都红成什么样了 我猜不信呢 对了 叔叔阿姨知道了吗 我还不知道 怎么跟他们说呢 你还是早点告诉他们吧 现在闹得这么大 万一他们要是知道了 你怕是要被狠狠双打咯 他们平时也不上网 而且何佳欢的声音那么忙 一时是知道不了的 反正啊 我是已经劝过你了 对了 以后你可不是普通人了 你的生活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可得保护好自己啊 可别 假戏真做 弄假成真哦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们不可能的 那可不一定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睡觉了 拜拜 拜拜 来 清二 你好 你好 我叫许多成 我是来应聘钢琴老师的 你好 我是这家店的店长 我姓杨 你之前有带过课的经验吗 我之前没有带课经验 鉴于你没有带过课呢 我可能需要你试谈一段 这样我好进行评估 没问题 我让我先拿着我们的事 我们一定要认识 要恰估你 谢谢你 我来安防 我的腹 也要烟 我先说 我不入常 因为我 不是 我 或者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总是在关键时候出问题 徐小姐 依照我们秦航对教师的考核标准 我知道 对不起 打扰了 不过你看起来还是蛮有亲和力的 然后整体的演奏呢也都非常的好 只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我相信你以后在工作里会非常的注意的 你的意思是 我被录用了 是的 恭喜你 正好我们老板也在 刚听你谈完一段 还不错啊 徐小姐 我看你很眼熟 你就是江南的女朋友吧 是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就最近 那你来我们这儿上班 他不会有意见吧 不会啊 他会有什么意见啊 我的意思是 他毕竟是个公众人物 他可能不太想自己的女朋友 炮头露面什么的 我又不是娱乐圈的人 我也得工作呀 行 那从明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秦航的老师了 一个小时六百 一周三节课怎么样 六百 我看招聘信息是三百呀 很少会有应聘者 觉得自己薪资高的呀 不会不会 当然不会 我一定会加油的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你不会是又看上江南的 女朋友了吧 是不是她的女朋友 还不一定呢